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当时去干什么呢 他无非在那边认识的 就只有在那边认识的 真的说如果是自杀的话 他不可能跑这么远去 不要接人 死要见死 这个是我们的决心 有句俗话说百姓看公安 关键看破案 其实对于公安来讲 有的时候压力最大的还不一定是那些命案 往往是一些人口失踪的案子 你想想一个大伙人突然毫无征兆的就神秘失联了 不仅案件的性质难以确认 往往侦破起来 也缺少证据和线索 现在是萨贝尼时间 今天我们要给各位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我们带各位到浙江周山去走一趟 失踪的老人名叫李翰林 失踪的时候八十四岁 那三轮车上我们走了 但是没有发现学迹这样的东西存在 这是失踪的李老汉 曾经骑过的电动三轮车 在他失踪五天后 家人在一条河边发现了他 被挖刹过 或者是被撞过 这种能迹是没有 刹过大有的缘故 提取不到有价值的一些物质 指纹都没发现 三轮车上没有提取到 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车上留下的物品 却让人匪夷所思 三轮车上放着衣服 然后是裤子 经过家人辨认 车里的衣服和裤子 都是李老汉失踪那天穿的 李老汉为什么要脱下身上的衣服 离开呢 李老汉失踪的时间是2014年6月30日 是他的女儿最先到公安局报案 李老汉和老伴平时和儿子住在一起 失踪的一周前 老伴去女儿家 李老汉仍旧和儿子里中国一家人 住在祖上船下的老宅子那里 在6月30号早上的样子 出去的 去了之后没有回来 应该是感觉好像在他那个女儿家里面 一次都没有在外面过夜的李老汉 这一次 接连三天都没有回家 家里人意识到问题可能严重了 张伯是周山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 听到李老汉失踪的消息 他找到了李老汉的儿子了解情况 李老汉的儿子回忆说 6月30日那天早上7点多 父亲骑着三轮车出去了 他以为父亲是去了妹妹家 可后来打电话却发现 父亲已经不知去向了 黄找了5天之后 李老汉的儿子找到了父亲的三轮车 一个小河边找到那辆三轮车 那他说他打听下来 他父亲经常在这个地方出行 所以说他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找 李老汉不见了踪影 但他的衣服却拖在了车上 腰带里面呢 手机的那个套子 手机不见 身上的钱财不见 身上基本上带钱的 多的时候有几千块 少的时候起码有几百块 现场勘察表明 李老汉身上有可能携带的钱物都不见了 这会不会跟他的失踪有关呢 从那个三轮车都里面发现那个土地震 另外就是一些零水的其他证件 都证实就是李老汉自己的 三轮车发现的地点在新城区的城乡接合 距离李老汉家有十来公里 李老汉本人不见了踪影 他的三轮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面对这辆三轮车和李老汉留下的物品 张波陷入了沉思 张波带领一组侦察员 以发现三轮车的地点为中心 调取了李老汉失踪那天附近的监控录像 很快他们就有了重要的发现 发现在那个离三轮车那个最近的一个点 发现戴着红色头盔 然后穿着鱼衣这样一个人 但是脸上是看不清楚的到底是谁 这段监控录像拍摄的地点 距离李老汉三轮车停放的地方不到100米 之所以这段视频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是因为画面中的三轮车和李老汉停在河边的三轮车 特征一模一样 监控录像显示 这辆三轮车最后一次出现在画面里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58分 从路程上来看 这倒符合李老汉7点多出门的情况 但是由于骑车的人戴着头盔穿着雨劈 侦察员无法辨认骑车人的身份 只好请李老汉的家人帮忙辨认 他们反正变得出来就是他们家的 不就是他自己父亲去的吧 经过调看大量录像反复比对 张波他们基本可以断定 这辆三轮车在早上7点41分的时候出现在了距离李老汉家最近的一处监控画面里 这正好和李老汉儿子所说的老人离开家的时间相吻合 但是让张波感到蹊跷的是 一路上并没有发现有人尾随或者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 当时我们也怀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一个84岁的老人突然间走失了 五天之后他骑的电动三轮车在离家10公里之外的河边被人发现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老人的电动三轮车被发现停在这个河的低岸上 这条河大概四五米宽 河的这一边是一片居民区 这个地方是属于典型的城乡接河部 警方仔细看了一下 车没有锁 而且也没有寡蹭过的痕迹 应该不是交通事物 由于这几天刚刚下过雨 警方在车上也没有发现指纹 而且在附近的地面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血迹 但是在车上警方发现了老人的一些衣物 一件衬衣 一件夹克 还有一条裤子 但是都没有撕扯过的痕迹 看上去应该是老人自己把他给脱下来 可是根据气象部门的资料 老人失踪的2014年6月30日那一天 天一直下着雨 天气并不好 老人为什么要把衣物拖下来 在现场警方发现了老人的手机套 但是手机不见了 据老人的亲属回忆 老人一般出门在外 身上可能都会带上个一两千块钱现金 但是现在手机不见了 钱也不见了 如果说真的是被人打劫了的话 老人去哪了呢 如果说老人已经被劫匪杀害了的话 那么劫匪在转移尸体的时候 为什么又要刻意把老人的衣物留在这 好像分明是要告诉别人 这些东西和老人有关 另外让人感到奇怪的 就是那本农村土地权使用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件 而且平时用的很少 老人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出门呢 老人的失踪会不会和这本使用证有关系 据周围的居民反映说 他们发现这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这儿 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 一开始没在意 以为车的主人去附近办事去了 但是据他的家人交代 老人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也没有出现过神志不清醒的时候 那么老人究竟会去了哪 这条通过走访得来的线索 一下子让张波想到了一种可能 李老汉一家都是周山本地人 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 平时他和老伴和儿子李中国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自从那个他们家房子要拆迁 听说要拆迁开始 是好几年前已经有矛盾了 如果老人和儿子因为房产的问题产生了矛盾 这也能正好解释 为什么老人会把写着自己名字的土地使用证带在身边 三轮车停靠在河边 车上还有老人的衣服和裤子 再结合李老汉和家人闹矛盾这个特点 张波觉得李老汉选择投河的可能性很大 把这个角落里面开一看 能力扶出来 没有 这个角落没有 小心 浙江省舟山市是由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海岛组成的 李老汉所住的新城区位于舟山本岛 也是最大的一个海岛 发现李老汉三轮车的地方旁边就是一条小河 河的上游是个水库 河水最终注入大海 此时李老汉失踪已经快一周时间了 张波他们提问如果李老汉真的跳河了 尸体很可能已经被冲入大海了 不过张波他们往下游搜寻了大约五公里后 发现了一个小水坝 到了一定日子的话 他要那个开闸放水的 那段时间咱们没有开过 等于说水流是不变的 所以说尸体也不可能流入到大海里面 家中勘察 发现重要线索 李老汉上面都写着好像就是那个古老师 墓碑上的名字 这是不是抹黑的吗 抹黑的 就一个遗切的 那么已经黑了 一名关系特殊的女人 这个区域平时录渡的人 我们只是爱个的那个死方 现在是撒备明时间 敬请关注寻向追踪 经过一连几天的搜寻打捞 张波他们一无所获 河底没有发现老人的尸体 水面上也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河水中找不到李老汉的尸体 那他人又会去哪呢 张波推断 如果李老汉真的有轻生的念头 按照常理 他会在家中留下类似遗书的东西 我们先是去了他家里 家里面也不是很乱 也没有这种迹象 或者打斗痕迹也是没有的 在李老汉路子下面 勘察人员发现了一个笔记本 李老汉上面都写着 好像就是古老史 古老史就是这边的一个白话 我自己注定会孤老终身 但是没有儿子 对生活充满了这种有点厌世的一种情节 引起张波关注的这篇《家产归属决定书》 是老汉2014年6月14日写的 也就是在他失踪半个月之前 在这份决定书中 李老汉似乎已经不承认自己的儿子了 从对家产的处置上来看 老人的确有轻生的可能 在河里没有找到老人的尸体 老人会不会到别的地方寻了短见呢 不单单只是河边 把他很多的一个事情的猜测给了 我们都要给他堵住的 虽然一时间张波还想不明白 李老汉脱衣汽车的原因 不过作为刑警 他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人 是如果他自杀的会有几种情形 我们又去那个李老汉的坟那边去查找 张波首先想到的是当地的一个习俗 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 都会在自己去世之前 为自己选好墓地 甚至造好墓碑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是墓碑上要刻上子孙后代的名字 然后当时李老汉 他墓碑上面刻了他儿子跟他孙子的名字 当张波他们找到李老汉墓地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是不是抹黑了 抹黑了 就一个仪器呢 已经黑了 他儿子心里已经被他用什么东西踩掉了 儿子再坏也好 因为自己死掉 总是一个要体现出的子孙买糖这样一个形象 既然他把他儿子都踩掉 就是我一个人 没有儿子 那我被已经碎了 李老汉儿子的名字被涂上了黑色的油漆 从油漆的痕迹上来看 李老汉应该是不久前来过这里 经过仔细搜索 张波他们并没有发现李老汉的尸体 也没有发现血迹和脱拽的痕迹 老人的去向 仍然是个谜 周山位于我国的浙江省 这里不仅有驰名中外的普陀山 更有世界三大渔港之一的沈家门渔港 宗教的洗礼和富饶的误产让周山地区很少发生恶性案件 随着一条条线索的中断 张波觉得老人似乎是遭遇了不测 但三轮车的位置又让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张波分析 李老汉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跑到离家十公里之外 一定有他的目的 他会去见什么人吗 李老汉平常喜欢去哪里 或者接触过什么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李老汉的手机不见 但是从家人调取的通话记录上看 李老汉平时极少用手机 只是偶尔给自己的女儿打打电话 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和其他的什么人通过话 就在张波他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调查的时候 李老汉的儿子提供了一条线索 儿子当时就跟我们讲了 可能跟住在附近的几个也是少年纪的女的 有不正当关系存在 所以我们怀疑会不会是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 当时发生关系的时候是被害的 通过老人儿子反应的线索 侦察员在小河沿线进行了走访 很快一个叫王莉莉的女人进入了张波他们的视线 就是住在那个三轮村发泄的附近 地方处于同一个区域 大概只有100米的距离 王莉莉案发时54岁 也是周山本地人 王莉莉住在那边的话也比较久了 性格上可能有比较外向 那他接触的人复杂 我打他小麻将或怎样的 要一来二去这样但是 如果李老汉真的像他儿子所说的那样 和王莉莉有特殊的关系 李老汉的电动车又放在王莉莉家附近 那么李老汉在失踪那天来和王莉莉见面 也就很有可能了 可王莉莉异口咬定 虽然他和李老汉认识了几年了 也经常一起打麻将 但是李老汉失踪的那段时间 他们根本就没见过面 虽然王莉莉家附近的邻居也都说 李老汉失踪的那段时间 没有见过李老汉来找过王莉莉 但这并不能彻底排除王莉莉涉案的可能 案件一天没破 张伯就不能放弃任何的线索 他决定派勘察人员 依法对王莉莉居住的房间进行仔细的勘察 如果是李老汉是被人家侵害了 他的话 毕竟是要么回头下血迹 或者李老汉去过那个地方的话 可能在里面抽过烟啊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经过比对了 都是没有跟李老汉是比不上的 所以说从我们哪一个从现场的开采那一块来开的话 可说那李老汉那今天肯定是没有去过他家里 王莉莉涉案的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可李老汉失踪那天 去王莉莉家附近的河边干什么去了呢 李老汉的家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 这一天户外登山的张波轻装打扮来到了这里 特别是我们处理这个比较棘手的爱子 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思考的环境 往往容易容易的时候就说你的一个灵感出来了 这个爱子可能就有了一个疯怀路载的时候 虽然张波这次登山式的暗访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不过李老汉儿子的一个反常的举动 让他觉得有些奇怪 我他儿子也一直跟那些父亲群众说 我父亲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老头等于说是生活上也是不好的 但是跟父亲好像不论是的人都一直这样说说说的话 我感觉是有点问题 常言道家仇不可外扬 即便李老汉真的在外面有什么事 当儿子的也不应该在外面这么说父亲呢 我爸爸性格是很硬的 是硬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人家欺负他呢 他是硬 人家好了 他也是心肠很平衡的一个人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张波他们还发现 李老汉和儿子李中国原本关系很好 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 李老汉对年幼的李中国疼了爱有加 经常带他到居住的山上去采阳梅 李中国成亲之后 虽然一家人关系偶尔出现问题 但总是能够平和地化解 可自从传出了拆迁的消息 父子俩的矛盾就开始越闹越大 甚至村委会都出面进行了几次调节 因为按照这边农村的习俗的话 一般是父母的遗产是留给儿子的 女儿因为出嫁了 就是很少也留给女儿的 按照周山当地的习俗 老人都是由儿子来赡养 遗产也都由儿子来继承 女儿出嫁之后不再赡养父母 同样也不继承娘家的财产 只可以和丈夫一起继承婆家的遗产 可现在李老汉却有意要将拆迁款 分给包括三个女儿在内的四个孩子 于是原本就有矛盾的一家人 刚是闹得不可太交 李老汉的女儿说 为了证明三姐妹没有动李老汉房产的念头 三个女儿还签署了一份调解书 上面明确写着 三姐妹放弃继承李老汉房产 按理说三姐妹放弃了家产 李老汉和儿子的矛盾应该会缓和很多 可李老汉失踪之后 儿子到处张扬父亲的不雅行为 会不会他是因为房产的事杀害了父亲 并以此来转移警方的侦破方向呢 虽然在张波看来 就是因为房子而杀害父亲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他还是对李老汉的儿子在出事那天的活动进行了调查 这是6月30日上午9点54分左右 李老汉家附近的一个监控探头拍到的画面 画面中骑三轮车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老汉的儿子李中国 李中国骑到一个自己的三轮车出去了 我们在视频节目里面也发现 当时出去的时候 他在三轮车上放的是竹叶片 此时李老汉骑三轮车出门才两个半小时 李中国这个时候出门要去干什么呢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 李中国那天戴着一顶黄色的头盔 沿着三二九国道自西向东 骑着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 他是去工地干活吗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也就是11点21分 李中国在外面转了一圈后 又骑车回到了家里 李中国的这次外出 会和他父亲的失踪有关吗 视频监控组立即扩大了对李中国的搜寻 不久他们在一个隧道的监控探头拍摄的画面里找到了他 他刚好那个隧道口有一个卡口拍下来 从李中国骑三轮车出行的轨迹来看 除了刚出门和他附近走的路有一段重合之外 其余的部分完全是不同的方向 而且时间又是在李老汉出门两个半小时之后 李中国的嫌疑被暂时排除了 儿子的嫌疑暂时被排除 也比较棘手 死不见死 活不见了 新的线索浮出水面 当时每个人看的是很紧张的 感觉在洞口有点臭味 红色头盔蓝色一批 又会将案件的侦破引向何方 一看这么一照 我们真是大事一天 现在是洒贝宁时间 静静关注 寻向追踪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一个成年人突然下落不明 家人是可以向警方报案的 但是由于失踪案多数没有方向和线索 侦破起来难度巨大 当初李老汉的家人来报案的时候 包括张波在内 很多刑警也都这样认为 老人很可能是因为生气 外出散心去了 过几天就会回来 可是当老人的三轮车被发现之后 张波觉得事情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为此分区领导派出了现有条件下最大的警力 力争尽快破案 侦察员围绕李老汉停放三轮车的小河边 进行毕业谈试的走法 他们想知道 李老汉骑车到那里究竟是去找什么人呢 几天之后 侦察员了解到 就在那一带 还有一个女人和李老汉来往密切 张欣的话外地再住在那边 50岁的张欣平时一个人租住在 发现李老汉三轮车的那一带 据张欣说 李老汉失踪的前一天 他们还见过面 他是在那个失踪之前 曾经联系过 如果要侵害李老汉 可能条件更大一点 张欣回忆说 李老汉来找他是给他送羊梅的 不过 警方对张欣深入了解之后发现 和张欣来往密切的 还不仅仅是李老汉一个人 张欣的话 接触的人员是比较复杂的 也许存在 争生之处 联合其他的老汉 把李老汉 一起给给 杀害之后 抛死 为了查明真相 侦察员依法对张欣的住所 进行了搜查 但是并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迹象 不过 侦察员在张欣家附近走访时 发现了一个地方 张欣住的附近 有个小山坡 万一如果是李老汉在那边 遇害了 那抛死最适合的 现场就是在那个 附近的山上 其他的路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为都是住着人的吧 肯定会看到的 这个山坡不是很高达 上面的话有很多房子 都是破摆不开的 平常的话也没有什么去的 潮都是很茂密的 就是说很恐怖的一个滑雪 他那边都是一个小栋一个小栋 他们那个当地就是储水的那个小水井 年长了久了 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坑 就说一个被子 就扔在下面 那我们一下子 先提到上只野兽 是不是下面就是人的尸体 我们就找了 一个长的株开 当时每个人开的是很紧张的 他感觉着洞口有点臭味 把那个被子挑开 做什么都不是 虚惊一场 这座小山并不大 搜寻工作持续了一天 把整个小山都找了个别 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因为像离老害这件事情 跟别的命案或者是不同 像他这个的话 还是存在着很多种可能 眼看着一条条线索中断 每一个侦察员的心情都跌入了谷底 当时也比较急 也比较急手 死不见死 活不见人 一下子泄入一个僵局 到底他那个里头还是怎么出去的 张波他们仔细的梳理着目前所有的线索 而且他们上上下下把这条河道都打捞遍了 没有发现老人的尸体 所以排除了老人跳河自杀的可能性 而且老人平时也不会和外人结仇 所以不会有什么人预谋着要害他 老人或许和王莉莉的关系有些特殊 但是在王莉莉家里 警方并没有发现对破案有利的证据 张星也许有侵裁杀人的可能性 但是张波他们没有找到老人的尸体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现场所有的痕迹 再次梳理一遍 看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地方 这些东西之前大家都看到过了 老人的一件夹克一件衬衫一条裤子 一个空的手机壳一本土地证 一副老花镜一盒烟打火机 似乎除了手机和钱 其他的东西老人全都留在这 如果说老人真的是跳河自杀的话 他会什么都不带光着身子 只拿着手机和钱跳河 更何况警方并没有在河里找到老人的尸体 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地方是被我们遗忘了 对了 在录像当中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 老人是穿着雨衣出现的 可是雨衣呢 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雨衣 难道说老人会脱了其他的衣服 光了身子穿着雨衣到处走吗 不可能 那么从这件雨衣的背后 张波他们是不是能够找到新的线索呢 活要见人死要见事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爱子的一个决心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 张波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李老汗已经遇害了 而雨衣和头盔很可能是被凶手穿走了 张波他们决定围绕雨衣和头盔展开调查 经过仔细查看 交通监控里没有发现有行人戴着红色头盔 穿着蓝色的雨皮离开 他需要交通工具 可能他会坐公交车之类的 张波立即安排侦察员着手调查 经过小河边所有的公交车 调取了这些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 经过一连几天的查找辨认 侦察员在上百小时的素材中 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在监控里面确实是发现了这个人 当时是他手上拿着蓝色的雨衣 红色的安全 这是一辆16路公交车里的监控画面 李老汉失踪那天的上午8点07分左右 一个头戴红色头盔的男子上了车 上车的地点距离李老汉汽车的地方不过几百米 从体貌特征上来看 这名男子身材中等和李老汉很像 然而当他转过头来 面对车内监控探头的时候 当场的每一个刑警都被震惊了 李老汉的儿子李中国怎么会穿戴着和李老汉当天 穿戴一样的蓝色雨皮红色头盔呢 之前辨认监控录像时 他一口咬定 父亲失踪那天早上 他并没有外出 他为什么撒谎呢 在我们之前访问工作当中的话 他给我们提供了虚假的信息 至少能证明了他儿子是说话的 而且为什么会说这个话 李中国会在杀害父亲之后 穿上你父亲的雨皮和头盔 汽车逃走吗 如果是这样 那他又如何在河边处理父亲的尸体呢 虽然李老汉和儿子有矛盾 但是张波分析 矛盾再大 李中国也不可能对84岁的老父亲下手 一开始我们从认为是儿子 不可能杀父亲 再有天大的矛盾好了 也不会有 侦察员仔细地梳理着 李老汉失踪当天的各种线索 7点41分 李老汉骑着三轮车 出现在家附近的监控画面里 接近20分钟之后的7点58分 他把车骑到了小河边 又过了近10分钟 8点07分 李老汉的儿子穿戴着父亲的雨皮头盔 从小河边附近上了16路公交车 8点23分 他在自己家附近下车 9点54分 也就是李中国到家之后一个半小时 他骑着三轮车 戴着黄色的头盔 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他去隧道绕了一圈之后 又回家了 但是这些线索能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 李中国自己骑三轮车 外出的两处监控录像 您能从这两处录像中看出什么吗 经过对监控视频的仔细查看 细心的侦察员发现了疑点 更明显的变化就是说 从视频监控上反应 去的时候 他那个木板的话 是装满的吧 明显的我们看出来 回来的时候好像木板 突然叫他减少了一点 矮了一块 这个我们比较怀疑 经过调查 张波他们得知 李中国那段时间工作的工地 并不在他骑车外出的方向 可是他却拉着主板到外面转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回来的时候 主板似乎被移动过 张波他们立即对李中国当天骑车的沿线进行了排查 隧道口有一个卡口拍下来 它有个速度 当时我们开着车子 就是按照这个速度去开 张波驾着车 按照李中国那一天的车速和路线行驶着 结果发现 他只用了二十分钟 就走完了两个监控之间的距离 而李中国却走了半个多小时 这个时间不长 只有大概十分钟左右 但是正是这不长的十几分钟 恰恰说明李中国在这段时间出了问题 这多出的十多分钟 李中国去了哪里呢 当时我们就推测 这个过程是不是 他去抛尸 张波问回头 如果李中国真的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他能利用来抛尸的时间只有这十多分钟 所以抛尸的位置应该离公路不远 但是经过一连两天的搜索 张波和同事们并没有在隧道附近 找到李老汗的尸体 那么李中国在这十多分钟里做了什么呢 他又为什么会穿戴着父亲的羽皮和头盔出现在十六路公交车上呢 李中国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作案组研究决定 对李中国进行讯问 不会有愿望的 自己放心吧 但是有比较特殊嘛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那个是心理 出具了大量的视频监控 中国激烈的思想斗争 李中国最终承认了自己杀害父亲的事实 李中国为何穿戴父亲的头盔和鱼皮 儿子不肯杀父亲 再有天大的矛盾 李老汗究竟如何被害 什么样的仇恨让他对父亲吓死毒手 亲情是唯一的 是吧 不是金钱可以取代的 现在是撒奔宁时间 真相即将揭开 案发的时候 李中国已经五十多岁了 而他的父亲也已经到了八十四岁的高龄 虽然这父子俩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 但这毕竟是亲生父子了 为什么李中国要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下毒手呢 现在到了可以为各位揭开真相的时候 李中国家的房子处于舟山市新城区的山区 这里正面临着拆迁改造 土地是父亲名下的宅基地 而上面的房子是李中国这些年靠打工挣钱盖的 如果拆迁 他们一家可能会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偿款 澳湛北岸可能有的 如果你不拿钱的话 有房子可以封的 面对这笔钱 一家人出现了矛盾 李老汉想把拆迁款拿出一部分分给自己的三个女儿 这个李中国坚决不同意 不是不是不是 跟有利益要冲出来 看来后面 跟老父亲吧 也开始矛盾越来越急升了 李老汉只有李中国一个儿子 也一直跟李中国一家生活在一起 李中国认为父母是自己在赡养 房子也是自己盖的 拆迁之后 补偿款应该贵他一个人所有 矛盾 终于在出事的那天早上爆发了 李中国说 父亲的这个举动一下子激怒了他 那我李中国看到之后 那就把他父亲 老头直奥 老不实在这样是吧 他就说 那说一些脏话 李中国嘛 火气烧来了 他就这样 已经要把他父亲提到了 李中国看到他自己父亲 在地上这样呢 地上就老年人抖了嘛 爬不起来嘛 再抖 李中国担心 他把父亲打伤之后 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 更担心 李老汉醒过来之后 自己更是得不到家里的财产 然后李中国就上去 用手捂住他父亲 李老汉的嘴巴跟鼻子 然后把他蒙死 直到看见父亲不动了 李中国才松开了手 为了掩人耳目 早上七点多 李中国穿上了父亲的雨皮 戴上了父亲的红色头盔 骑着三轮车出了门 他把车和父亲的衣服 放在了离家十公里之外的小河边 由于那天下雨 他并没有摘掉头盔和雨皮 一个小时之后 他乘坐16路公交车 回到了家里 那李中国趁这个家里 没人的时间 就是把他父亲 利老汉的尸体 放在自己的晒冷车上面 然后上面盖好树叶片 然后李中国就骑着晒冷车出去 就是这一次 李中国出现在监控录像中 并被张波他们认了出来 据他交代 他骑车在外面转了一圈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把父亲的尸体扔了出去 然后匆匆的装上了主板 回到了家 这也就是公安机关 在监控录像中 发现李中国三轮车 后面主板被挪动的原因 可为什么张波他们 在李中国骑车沿途 搜寻了两天 也没有发现李老汉的尸体呢 在李中国的带领下 张波他们终于找到了李老汉的尸体 原来李中国在抛尸后的第三天 又去了一次现场 把父亲的尸骨拖到了深山里 想等事情平息之后 再将父亲安葬 小时候他自己父亲 也带他去塞塞的 因为塞塞种在羊梅树 还有其他东西 李中国抛尸的地方 正是他小时候 父亲经常带他去玩的地方 亲情是唯一的 不是金钱可以取代的 金钱是身外值 亲情高于一切 都说养儿防老 可是李汉林老人最终 却死在了自己亲儿子的手里 而且矛盾的转折点 无非就是一笔拆迁补偿款 我们经常说 没有钱可能很多事情办不好 但是有了钱 也未必就能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好 我们看到了太多 因为钱 父子 妻儿 兄弟 姐妹 对簿公堂的事情 但这还算是好的 对簿公堂 尽管伤了亲情 但毕竟是在法律范围内 解决矛盾 可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悲剧 亲生儿子杀害父亲 这真的是对一个经济时代下 少数人灵魂缺失的最严苛的考虑